大家熟悉的黑面皮鹿 每年都会到台南增纹西口的湿地过冬 不过这两年的数量好像变得不太稳定 而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研究发现 可能是当地的余温减少 黑皮缺乏食物来源 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栖息地 而今年管理处以研究计划的方式 重新启用当地的废弃余温 结果到目前为止 还真的吸引了超过500只的黑面皮鹿 到这边来觅食 这项发展让研究人员相当的振奋 余温的土堤上 占满一整排的冬候鸟 其中还有不少是濒临绝种的黑面皮鹿 今年九月有鸟友发出黑皮赖胎数量 可能减少的警讯 不过最近台江国家公园的黑皮食物来源 实验养殖区 却记录到有超过500只黑皮到这里栖息 研究人员证实 缺乏食物来源是让黑皮另觅东渡地点的主要原因 现在重新启动废弃余温 果然吸引这批教客再度现身 研究人员表示 曾文西口原本有许多采用传统浅瓶 养殖的湿木鱼温 冬季湿木鱼收成之后 池底没有经济价值的杂鱼 就成为黑面皮鹿的重要食物来源 不过近几年这些鱼温不是转座就是废弃 适合黑皮密食的面积只剩往常的五分之一 但是黑皮来台的数量却已经是十年前的十倍 食物来源严重不足 现在实验养殖区有了初步成果 台江管理处也决定明年要扩大研究面积 扩大传统渔温的养殖面积 希望为黑皮准备充足的粮食 未来管理处也将在实验区开辟赏鸟狼道 让民众也有机会可以深入观察 湿地的水鸟生态 记者中方陈显坤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鸟狼道